甚至有很壯的先生 练健身的 我看起来也不行 坦白讲现在的男生精益 其实完全照教科书上面写的标准来看 完全正常的没几个 大家都不正常 到底你是不是有什么独家的小妙招 可以帮助这些不孕症的爸妈 省出小朋友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凱森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 台湾每7对夫妻就有一对是不孕症 全台湾大约是有20万对不孕症夫妻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来到了台中 邀请到张凡副场课的张凡院长 要来对我们分享 到底他有什么妙招 可以让那么多人成功的生儿育女呢 首先欢迎张院长你好 院长想要请教你 其实很多人到处求诊问诊 但是都是生不出来 甚至网路上流传一句话说 四处求神问佛 还不如来找张凡院长你 到底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有什么绝招 帮助人家生出健康的宝宝呢 我不敢当了 我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们碰到不孕症的病人来讲 在我们这边 我回头看看我们的统计资料 我觉得大概如果病人年龄 在42岁以下 还42岁来讲的话 我们还蛮有把握的 我们发现说我们手上有些病人 他来就诊的时候 他已经年纪大了 那当然他的另一半年纪可能更大 最近碰到的案例 我们大概目前有40来个病人 是经过治疗先生之后 才走向士官的成功 哦 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有 甚至有很壮的先生 练健身的 那我看起来也不行 坦白讲现在的男生精益 其实完全照教科书上面写的标准来看 完全正常的没几个 嗯 大家都不正常 那我每次跟病人讲 天生你也不用太过伤心 吃药打针 经过治疗之后 生熔凤胎 哇 过去你是不是有个妈妈 先来急软 她的过程也相当坎坷 她也在台北看过医生 就是生不出来 她来找你 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站在她的角度去想 我也觉得非常的艰苦 在台北大概做了三次的PTA的质量 那虽然植入正常的胚胎呢 还是不行 那最后她经别的病友介绍呢 就来台中 那这位病人呢 她当年来的时候是39岁 所以我们大概经历了两次的趋卵 然后凑到足够的卵子呢 我们解冻卵子做一次的受精培养 然后做胚胎切片 那但是呢 第一次做下来呢 很可惜 它是一个低相迁的胚胎 没有绝对的完美 那另外一颗就是异常了 那所以跟病人讨论之后呢 他们夫妻呢 想要继续再做一次 所以我们又取了两次卵 做了一次的受精跟胚胎的切片 那很幸运的第二次呢 我们取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胚胎 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相迁型 一个正常的胚胎呢 指二中一 那其实现在每一颗胚胎很珍贵 大家也很担心说 我检测出来 如果是相迁型的怎么办 相迁型的难道就不能植入吗 那如果是健康胚胎 后续要做什么对纵吗 相迁型最近的医学报告 甚至说有人监测到 就算自然的受孕过程中 这个胚胎发展过程 其实都有相迁的问题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发现 就是说年轻一点的病人 这个胚胎呢 一开始不正常 他后面可能会自我修正 变成一个正常的胚胎 所以你植入部分正常的胚胎 最后达成怀孕 你在抽羊水 在确认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小孩子是完全正常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低相迁的胚胎 也不见得需要放弃 也可以试试看 看能不能有一线的生机 今天非常感谢张凡院长精彩的分享 让爸爸妈妈知道说 辛苦培养的胚胎 如果是相迁型胚胎 也不要太过紧张 透过PGTA 加上阳金追踪 还是可以有机会生下健康的宝宝 同时如果大家有任何不孕症上面的问题 欢迎都来台中找张凡院长 今天的具好一课程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